秉二 罪业之相 那么前面的一颗是从理论的推论 那么这样子的第二颗是从我们一种身心的相貌 或者色身或者内心所表现的相貌 来判断罪业的存在 这个是从四项的观察 好 我们先把它练一遍 大家请合掌 然人之过恶深重者 亦有笑宴 或心神昏色 转头急望 或无事而常烦恼 或见君子而懒然消举 或闻正论而不乐 或思惠而人返怨 或夜梦颠倒 圣者妄言失智 皆作孽之相也 苟仪类此 急需奋发 舍旧徒心 信物自物 好 那么我们从生命当中呢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累积了罪业呢 好 我们看这段的说明 然人之过恶深重者亦有笑宴 佛法说是相由心身 我们这个外表的相状啊 是由内心的业力所表现出来 所以你从相状的情况就知道 你内心所累积的是罪业比较多 或者善业比较多了 那么这以下有六种情况啊 都是表示你的罪业已经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了 就有这种六种相貌出现了 所以我们从相貌也可以判定他罪业的势力 看第一个 获心神昏晒转头即忘 就是我们这个明了的信啊 已经昏昧暗顿 他这个明了的功能几乎完全要失掉了 你刚才讲什么事情 他一听就忘掉了 那个念佛一做就打瞌睡 就是说他的心已经没有堪能性 没有去照做善法 没有去修习波罗蜜的力量 就是他的心啊 已经被这个罪业所遮障盖住了 就是我去念佛 我的明了的心跟佛号中间啊 有一段墙壁遮住 这个墙壁就是罪障 心跟佛号中间呢 有这个罪业挡在中间了 所以你今天要意念佛号变得很困难 这个地方就是说心神昏晒 第二个 或无事而尝烦恼 这个烦恼就是一种烦躁脑动 名字为烦恼 在天台小指观说 这个罪业的体性是躁动性 所以你一个人累积的这个沙道 因为罪业太多的时候 即使这个业还没有正式的表现出来啊 你的心啊 也会比别人躁动 反过来你今天造的善业啊 这个善业的体性是极尽的 这个极尽呢 它有帮助你念佛 或者修止观的功能 所以我们不管是练佛指观啊 修止观啊 都一定要广修善业当祝恨 因为善业它是极尽 那么极尽的心中呢 你要修止修观啊 它是随顺 相随顺 那么如果你 你经常感到啊 今天也没发生什么事 但是你经常躁动不安啊 这表示你内心当中 已经累积了一定的罪业了 就是三以一来风满楼啊 这个三以还没有来之前 就有征兆了 这个风已经出现了 第三个 或见金子而碾然消局 那么当然这个金子啊 是一个有功德的 有戒定会的功德 我们看到金子 内心应该感到欢喜 就像一个人看到光明太阳一样的耗耀 但是假设你今天看到 有功德的金子 你感到羞愧不安 那表示我们的得横有亏了 那这当中也表示的 一个征兆就是你在的内心当中 也累积了某一部分的罪业 或闻正论而不乐 那么你听闻到佛法的真理 佛法的真理就像世间的光明 能够引导我们 以鼓得乐 本来应该要随顺欢喜 但是你变成称慧排斥了 那这也表示一个人有障碍了 这个障碍呢 他不喜欢你听闻佛法 烦恼本身的 他是厌恶光明的 或失会而人缓怨 那么我们今天 施给众生恩惠 应该别人对我们应该感到 欢喜的回报 结果我们施给对方恩惠 别人对我们反而是一种称恨的 那这表示我们过去 曾经对他造的罪业 或夜梦颠倒 圣者望远失智 你这个 这个修行者 你经常要检查你的梦境 是很重要 在维持学上说 你从你的梦境 也可以多少知道 你最近的修行情况 你今天梦到 你这几天梦的梦 都是沙拉道一望的颠倒的梦 你很久没有梦到 这种佛法身的功德 甚至于你从梦中醒过来讲话也是 已无伦次的 这些都是罪孽之相 所以苟一类 齿极西奋发 舍旧图形 信物之印 那么当然前面的征兆 都还是一个因地 这个业都还没有表现 但是你发觉以后啊 你要赶快奋发图奖啊 赶快透过畅围 不要耽误了 这个美好的时机了 我们在修行佛法啊 一个人会成功失败啊 就是你要掌控 这个非常适当的时机 什么叫适当的时机呢 如果你的罪业已经转成果报了 这个就非常难忏悔 比如说你今天这个罪业 你已经变成一条狗了 那你这个罪业已经成熟了 那你根本没有办法忏悔 那么忏悔的时机就是这个罪业 还没有表现出来 它只是一个征兆 这个时候 它在因地的时候是很好忏悔的 你甚至只要七天 或者三期就可以把它消灭掉 就是说呢 你生命还在的时候 你一口气还在的时候 你还有能力把这个罪业消失掉 但是等到你死亡的时候 死亡到了的时候 你命中的时候 那业三十算总账 当这个罪业表现出来的时候 你要忏悔来不及了 那个时候你完全没有自主力的 你没有讲话的一地的 那业力带引导你 引满人招业力千人 就是说当这个业 它还在保存当中 那么你要消灭它非常容易 只要你掌握正确的方法 你一定可以把它消灭掉 你一口气还在的时候 你还有机会 但是你丧失的这个美好的时机 等到业表现出来的时候 你只有去承担它 没有其他的方法 所以这个地方 古德告诉我们 苟一泪时极西奋发 舍旧徒心 甚物之意 你千万不要错失了这个忏悔的良好的时机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忏悔之前 你应该要先透过理论或者事项的判定 那么去观察到这个业力的存在 那么当这个业力存在以后 我们透过理论的观察 或者透过身心世界的这个相貌的观察 我们确定 的确我们曾经有这个罪业 但没关系 佛法讲一切法因延伸 他因延伸 佛法多的是法宝 佛法就有办法让他因延伸 一个清净的因延伸 让他消失掉